老人被抬进焚化炉 连烧四次 尸体还是完好无损 这让经验丰富的烧烤师傅 感觉压力山大 看来眼前这个不男不女的人 也不是老头子的牵挂 几人无奈只好恳求烧烤师傅 再烧一次 然而这一次 还是以失败告终 就这样 几个无语的家人 无语地走到了老头子的遗体前 就在这时 老年痴呆了三十年的奶奶 突然火冒三丈 一把掐住老头子的脖子 巴不得赶紧让老头子化成灰 好家伙自己的棺材本 都快被这个糟老头子花霉了 就在这时 大女儿看到了烧烤师的名字 突然想到了什么 原来就在十五年前 自己母亲的遗体也是这个人烧的 那时的父亲 让他把两人的结婚戒指一起烧掉 烧烤师却说 真惊不怕火炼 烧不掉的 大女儿瞬间明白过来 他感觉结婚戒指 才是老爷子未完成的心愿 接着他二话不说 就冲回家把戒指拿来 恳求烧烤师傅 再试一试 烧烤师傅感觉煤气也快用完了 试一试就试一试吧 大女儿连忙感谢 随后他们把老爷子的结婚戒指 给他戴上 另一只戒指也放在了他的身上 好在经过九九八十一小时的 三位真火燃烧后 烧烤师傅没有再冲进灵堂 这一次 老爷子终于离开了 故事的最后 焚化师在处理老爷子的灰烬时发现 老爷子的结婚戒指 竟然也神气地离开了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 《不可燃烧的父亲》 牛牛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世界